一个女人暴青在黄大仙龙满楼 男友人家里失去价值大约500万的鑽石壽式 警方调查之后 拉了三个女童涉嫌盗窃 其中两个分别10岁和12岁的女童 仍然被扣留调查 另一个12岁女童已经莫准保释后查 今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导 警方说案中39岁女事主已婚 同男户主是朋友 但住在她家 报清在3、4月时发现 放在房间里面的两条鑽石手链 和一只手压不见了 到星期一夜晚11点多报警 警方调查之后 怀疑案件和男户主的10岁女有关 那批首饰至今仍然下落不明